好,我们继续开会 因为一眼早上登记了,还没有很有越 我们先暂时休息十分钟 等一下就再继续开会 好,我们继续开会 我们登记发言的是洪东海洪一员,请打时间十分钟 谢谢大会主席 麻烦一下原民处长 我们来援续一下昨天所讲的一个议题 首先,昨天讲的那个部落原位美食达人的比赛 处长,你觉得这个比赛 你们贵处在承办上面到底有没有舒适 没有舒适啊 因为第一次的时候就是 我们有腰嘛 可能是时间不对 然后后来就是我们有延长那个报名的时间 那昨天也跟议员这边说过了 因为当初我们有设定一些条件 所以有一些比较没有丙级症造的部落的 那个乡亲就没有办法去参与这个比赛 处长这个比赛的资格我不觉得是因...我不认为这个比赛的人数这么少 对数这么少是因为这个报名资格的关系啊 因为报名资格里面你刚讲的说领队一人需要有原住民的身份 队员要三个人啊,涉及在本县 可以报名参赛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就代表你的... 就是借由这个把他们打响他们的名声 然后他们在未来从事这个餐饮的时候 对他们来讲特有吸引那个游客的一个作用 活动的利益我相信应该是好的啦 但是整个承办的过程 我觉得有很大的瑕疵啊 这个报名的时间啊 从公告到实际办理的时间很短 听说有很多人跟你们建议 建议说这个时间应该拉长 而且报名的队伍那么少的话 我们就把时间延后 然后让报名的人数能够更多 但是呢贵处还是一意孤行坚持要怎么办 那这个我刚刚我昨天有讲说 他的整个比赛录取的名额有十名 录取的奖金非常的高 第一名有八万块 第二名取两名有五万块 第三名取三名有三万各三万块 加座有四名各一万块 总奖金有三十一万 我们台东县政府办的比赛 我想大概这个是奖金最多的一个比赛吧 跟远报告 因为这是他们有实质在从事做这样的行业 等于是说这个奖金其实对他们做征设设备 而不是直接给 我了解 但是当这个你要录取十名 结果只有九队报名 就是我们在前面的前置主义已经都都已经筛选过了 就是有一些就是没有不符合资格 我们就已经筛选掉了 我知道啊 那实际报名 实际 实际参加比赛的就是九名嘛 对不对 应该有十几个报名吧 没有我现在就说实际参加比赛的队伍 就九队嘛 是 那这样的比赛你把我把它扳下去 啊录取十名只有九队来参加 这样不是浪费钱不然是什么样的活动 真的啦要好好检讨啦 好不好 这样的内容要好好检讨 不要说一直解释嘛 在这个活动的整个过程当中 公告的跟实际上后面后面都不太一样啊 我还有在那个什么 你们原民处的网站上面 在宪普的公告上面 所拉下来的新闻 新闻的内容跟后来实际办理的又不太一样 所以我才知道说 整个活动 从前面公告的到后面实际办理的 其实你们有做一些调整的嘛 但是唯独没有调整的就是 有人跟你们建议 啊既然那么少对报名 是不是慢一点再办 这个贵出浪费钱的情况不是只有这一点 我再继续讲 南岛文化节 你说今年度预计一千五百万来办 限制酬款要一千四百万 没有没有 就是这次的总经费是原来预算是一千四 那因为要扣除 还有一些做其他的 所以这次我们做网站采购的是一千一百五 做网站采购就要讲 就是采购厂商委外厂商的时候是一千一百五 光网站的部分啊 不是不是 就加网站的部分加进去 因为我们现在上网采购的是一千一百五总经费 上网的部分最后公告是一千一百五 那里面限制酬要制酬多少钱 限制酬就是 扣掉一百万 原民会的补助剩下都是限制酬 限制酬是 那就将近一千万超过 是 那这么高的一个限制酬的费用 我再问一下去年度的 南岛文化节 我们现花了多少钱半 南岛文化节是两年半一次 那两年前半的话 花了多少 差不多这个经费 那两年前半的时候 有多少人数来参加 我们不要讲人数 人次啊 宽松一点 人次没有数 还要再 有没有一万五千人 我们没有针对说你全部的人 针对做这样的 做全部的去做有多少万 那处长我跟你讲 我们宽松一点来看啦 宽松一点来统计啦 这个整个活动 系列性的活动办下来 总偷偷参加人数 能够有一万人 就很偷笑了 我们假设一万人好了 那你花了一千多万 然后一万人来参加你整个人 花一千块给他就好了 议员你不能这样子去横梁 这个因为这个是文化的活动 不能是说以 主长我就是要讲这一点 我就是要讲这一点 我们在办理这些事情的时候 老是假借这种名义 说因为文化传承什么 请问你文化传承了什么东西 所以我们今年改 就是因为到前年 因为都是用活动式 然后加年华会的方式 来去呈现我们南岛文化节 所以我们今年的南岛文化节 其实做了非常大的改变跟转变 所以我们藉由就是把 就是把台东打造 变成是一个南岛生活的一个原乡 把整个台东都是打造一个南岛的原乡 所以我们用声音用视觉去 去改变整个台东的一些 不是啦 主长你说这齁 你讲的理想非常远大 县长都说不要办了 他只是说他自己 他个人 你没有说是经文不办 或许 我觉得我 我翻译县长讲的话 我觉得他的感觉就是 这班这个我能办到 离一拉拉 我还花了这么多钱不如卖班 他给我的感觉是这样的 所以我们今年就把这个整个去做一个很大的改变 比如说是我们这次用原住民一些比较有名的艺人的人生 或是我们加南岛音乐家 原住民音乐家起来 放在 把它剪辑放在公社脱波的 让旅客一从台东 一进来台东的时候 在公社脱波里面 就会放这种原住民的音乐 甚至是南岛的音乐 甚至我们也改变在那个Saver里面的叮咚的声音 要变成原住民的人生 或是原住民的音乐 把台东整个打造是 其实这里就是一个原住民风情很浓厚的地区 我们大概这次是用这样的方法 我还是觉得这个理念很好 但是呢 实际到最后做的怎么样 我们就是要好好来检讨 那既然还没有办 我们现在期待今年 你能够好好的把它办 我们会很努力把今年把它 不然年底的总咨询 我们就把这个好好拿出来检讨一次 因为花了那么多的钱 一千多万 我们官要花一千万 我们教育署那边 要用一千万的自酬款 去投中央的钱 那外拍投你知道吗 一千万就在那把主机放到那四 投没钱 一千万你就要把它开掉 我是这样觉得 以前我有在县府里面待过 我觉得我很重视一个东西就是 你花了这一个钱之后 他能不能留下永续的东西 不是说多多多多 那不像放烟火放的风 一个没看到 我知道 所以我们今年才会做这样的改变 我们老是在讲说 我们台东要做文化园区 要做什么 其实都后来都没有看到 我们在讲 现在有一个首创会馆 在铁花 一个在铁花村那边 现在还在盖 另外一个在以前台气的气修厂 请问你这两个工程有没有延宕 原来是因为后来有变更设计 还有因为雨天的 有没有延宕 其实比当初原来的那个完工期间是有延后 延后了多久 三个月左右 不止吧 那个铁花村的那一个什么货柜物放进去的那一个 原本不是说好说今年的元旦 一月底 对啊 原本说元旦的时候要跟着元旦一起办什么开幕 可是因为后来有变更设计 因为有一些消防的设计 跟有一些当初的设计 就是原定的时间到现在已经距离 一月底到现在也超过三四个月了 是 去修也是 也是到六月 所以已经在做收尾了 那那一边原本预计什么时候要完工 两个基地是当初是一样的时间 一样 在一月底 是 那一会有时间我再继续问 好 谢谢处长 好谢谢洪中凯洪医院 我们接下来请蔡依林 蔡依林 大会主席 我想请教一下我们的原民处处长 我就直接把我们的辖区内的问题 你跟处长报告一下 那个有关我们三坡地的整地 那个就是等于 也就是说是 砸草耕地 请问我们的标准在哪里 立元你可以再讲的再清楚 像比如说我们 我们辖区几乎都是三坡地 对不对 我们的编定 对对 那我们辖区里面有很多都是 以我们 以我们现在的 以我哪标准 都在乡公所 乡公所 好了 乡公所前面都是平地 我们看是平地 但是我们的地幕编 跟编定的用地是三坡地 那可是在我们看来 那个地方就是平地 可是每一次我们的乡民 要去耕作的时候 一定要去申请我们的水土保持 那那个地方 那那个地方 说实在 又不影响我们的水土保持 也不影响土石流 也都是平地 也没有任何的那个 为什么我们 为什么我们一定要去申请水土保持的 这个程序 而且这个程序 所以我想说县政府到底是相公所的权利 还是县政府的权利 以这样子的平地的整地来讲 来说 因为整个都是属于山坡地 所以都要申请水土保持 那一般只要中山蜀草 没有用到大型机具 应该是直接到相公所申请 免具水保就可以了 那如果说要用到机具的话 要先跟农业处水保课 在那边申请那个检疫水保 那如果都是 本来就是些有他们都在耕作 耕耕就是种一些红领小米 他们本来就是在耕作 只是因为现在什么时代呢 还要用人工整地不可能 当然一定要用到种机械 就是一般如果是耕耘机那种耕耕 是不用申请 因为那个是你每次都是 有在耕耕的耕耕机 那个好像就不用去申请 因为你本来就是要做 从事农耕的动作吗 那个就没有 没有呢 今年我们很多乡民都收到 我们县政府的一些查报的那个 查报通知 都收到好几个人 二十几个人 那二十几个人 在三月四月我们也去会刊 那县政府公所是这样跟我讲 因为我们没有县政府的授权 同意说由乡公所来自行决定说 等于是说同意给他们做整地 给他们一个整地的同意书 是吗 同意书这样 可是这个程序应该再怎么样 他要先 如果是说他只是用一般的农机具的话 应该是他要直接 因为平常他都有在耕耕 应该是没有问题 如果他有用到大型机具 他就一定要先申请水保才可以 那申请水保的话 就一定要经过到农业处这边来 所以处长我觉得我们为了乡民一些耕耕的方便 其实我们方便给乡民 只要他不违法水土保持 或是不违法一些法令的规定 我觉得应该你们授权给乡公所 让乡公所说 我们乡民直接去乡公所申请 然后乡公所说 看这个平地很平 经常在耕耕的 就有乡公所授权 我们就好了给他们说可以马上整地 因为这个授权也不在我们这边 权者是在农业处 好没关系 那我再跟农业处再商量 谢谢处长 那我现在请教明镇处的我们的严处长 处长 处长 每一年 一年后 我统计死亡的人数 大概我们 光我们达人乡就一百二十几个 那大午乡也是差不多一百多个 那外面来安葬的也不少 那我们很多乡民在讲 我们南回县后 我们每一次 我们的乡亲或是死亡 要来台东火化的时候 要排上很长的时间 然后又加上我们的路程 又是一段路 那很多乡民就在抱怨 我看陈公 还有东河 很像他们都有那个火化厂 还是 那是 目前火化厂只有 陈公跟台东市两个地方而已 对 那我真的很希望是说 看我们南回那边 是不是可以处长 可以帮我们考虑 可以协调 请他们来新设这个 因为台东市的跟陈公 都是陈公所在主政的 所以我们如果说 像目前达人 我们达人第一个 他们没有 我们是达人大吴 其实太马铃 都没有 尤其达人 连灵屋塔都没有 其实我们都可以协调他们来 来看 折一个地方来新设 但是这种 灵弊设施 现在都会很多的反对意见了 但是我可以协调他们 请他们在那边新设施 是有必要 因为我目前前线 死亡人口每年大概都2500出生 你先不要想出生了 2500 但是我知道那个地方都没有 因为我们现在 我们下面都比较 他们都知道 现在是环保 他们都比较喜欢 有时候是火花这样子 所以他们每一次 尤其是碰到过年的时候 都要排上十几天 才会排到他们去 我也知道 因为以前原住民都不愿意火花 因为他说那个 那个跟烤肉没有关系 一样 所以他渐渐现在已经接受了 因为我们现在 我们的公墓也都去饱和了 那大家每个家族都喜欢 做自己的宗旨 然后他们就是 他们都有 他们的观念就是都 大家都很愿意去火花 所以我处长 你看一下我们达仁乡 大午乡 太马里 这个三个相同所看 去协调看看我们 好 我没有想过 因为那条线没有火花场 而且达仁也没有做灵谷塔 而且我记得最有点范型的 大概就是 金峰香的 张香厂以前的金峰 设置了一个家族式的灵谷塔 简直是世界的典范 我们希望把这个典范 能够推行下去 好 出展谢谢 那希望我们 今年我们看协调一下 我们办个协调说明会 他们可不可以把这件事情 有一个初步的 当然他们先要有自己 有意愿要做 好好好 那好 谢谢所长 那我再请教一下 我们的环保局局长 谢谢啊 局长 我们 你也知道 我们达仁乡是 没有一个垃圾也埋产的一个乡 那我们 六个村 都有 六个村的垃圾 都有我们达仁乡公所自行处理 那同时在自行处理的当中 我们乡公所都也没有交代说明 把垃圾要简易 也埋在什么地方 那因为 因为这样 变成我们达仁乡 对这个垃圾 尤其是我们安硕那个地方 有很多的声音 甚至他们又走上这个抗议的路段 那我在想 过去我们环保局 有常安去视察我们现在的垃圾 简易垃圾也埋场 那我一直在想 过去环保局有去看过 那个垃圾简易也埋场 看了之后 很像是摸摸鼻子摸摸头就走了 也不知道怎么去搬乡公所处理这件事情 然后一直到现在 一直到现在我们这个垃圾也埋场忙了 简易的垃圾也埋场都忙了 垃圾都就是乱到 那有人跟我讲 这个都已经很严重的影响到我们的 环境污染跟水质眼的污染 所以我在想 局长也真的也非常的感谢你 在这件事情你很快的就 帮我们处理的非常的好 你也是承诺我们在611号 把我们所有的垃圾 把它送出去到高雄 那我是在想 现在的垃圾的简易的也埋场 希望你们再送出去之后 可不可以挖一点 也一起送出去 跟一言报告 这个达人的没有掩埋场 这个我们都知道了 去年的8月 我们收到高雄的通知 不收我们的垃圾以后 一言你也知道 我们有积极协调我们达人的垃圾 进到大五这边来 大五的掩埋场 但是影像有一些细节还没有谈妥 那第二个 我也有请厢长 就是说 是不是在达人自己先找一个 这个掩埋场 我们来协助他设置一个掩埋场 那因为一个土地取得的问题 现在六月一号开始高雄会收我们的垃圾 我们会优先来清除 我们达人的这个垃圾 请议员放心 好 局长谢谢 那我等一下再问 好 谢谢蔡议林蔡议员 好 我们接下请张政卫张议员 好 谢谢大会主席 那个民政处 原处长 一言好 早安 接续蔡议员的议题 殡葬管理设施 其实是民政处最重要的工作 以目前来说 原乡很严重的东西 都已经达到了 他们目前土战场 几乎都已经饱和了 好不容易 我们让同胞已经慢慢可以接受火化的观念 可是我发现县府在各乡镇 协助追动 不论是他的纳古塔也好 或者是其他的 像刚刚蔡议员所说的 我们都要等待很久才轮得到 一个半三四的家里人 必须要摆上十几天 其实是对他们是很重的一个负担 处长能不能确实的 把这些乡镇一起找来 好好的跟他们说明 毕竟要追一个公共造场 如果没有能够持续的来过的很好的来源 我相信他们也不好做 这个部分就可能需要羡服 在高位里面来去做居中的协调 处长 报告议员 实际上确实也跟几个乡镇都讨论过 目前大概 当然政府推动的首要是环保障 第二个大概就是火障 那火障通常跟着进障来一起推行 那目前很显然的 我们也很清楚 现在火化场真的不够 每年2500个死亡人数 成功跟台东大概没有办法 让大家很顺利的 而且常常有一些争执 就是 原住民火化没有时间 没有时间 就是说 delay到好像不在乡 但是一般 一般 其他宗教的很重生的时间 所以常常会有一些冲突 所以我们目前大概推动 希望能够协调各乡镇 两个重点 第一个希望在南徽地区有一个火化场 第二个也希望灵谷塔分别建置不同的宗教 因为原住民看到地藏王菩萨就会很恐惧 所以我们希望能够协调 至少每个乡镇都做两座灵谷塔 我们会加强这方面的工作 这个部分处长 我是建议处长 事实上正观线的人口数多 他们那边如果能够及早有一个火化场 其实对整个台东市的这个火化的工作 会减轻很多 这样南回县有没有 就是其次了 在刚刚你说的这个清洁帐 比如说环保障 事实上它也是需要火化以后才能使用 撒在大海放在树下 吃下去 不是 都是需要一些火障才有可能 对不对 这应该是把它摆在你的第一药物 另外圆明会非常重视原乡的这个公墓 已经达到饱和的问题 我觉得处长也应该跟圆明会来去做接触 他们可能有一些方案可以跟内政部 这个民政司可以做一些调整 我觉得这个都是处长可以做的 因为圆明会过去都这方面都不做 不是不做 他们是分工的问题 跟内政部分工的问题 因为是内政部的事嘛 对 内政部现在好像肌部想要停止这个工作 所以也许圆明会可以再接系做 因为原住民墓葬的需求 跟一般组有时候会不一样 对 不一样的 它的特殊性的还是需要做一些考量 对不对 好 谢谢处长请坐 不过我们希望能够快一点 我觉得大家都满了 十无战胜之地实在也不好 好不好 请坐 请坐 来 圆明处处长 也是接蔡一眼的意见 我们目前有关于这个权益水保的部分 我们也希望 幸福跟有原住民保留地区的这些乡镇 做一个研讨 像坡度没有达到百分之二的 能不能授权给乡镇去做同一同意的这个行为 不然跟我们的往返 对他们来说实在等很久 不确定的因素也很大 我觉得这样也可以减轻水保单位很多的时间嘛 他的作业 这个部分 圆明处应该发挥 居中协调的这个功能 好 好不好 好 刚才也那个案子也跑到我这里跟我乘起 我觉得相关所前面 你应该去过大理相关所 他觉得没有土石柳之余嘛 那是平的 他也需要做那个水土保持的这个申请 我觉得这个确实是扰民啊 有必要吗 只有坡度很陡的 就需要嘛 譬如像那个前一阵子闹得很凶的 就是我们那个建合的 那一种就 大家好像也没有什么问题 我觉得这样就不对嘛 是不是 处长 这个部分还是要拜托你们啊 好 你们科长那么优秀坐在那里 请他帮忙 处长 跟议员报告 有关这个授权的问题 处长请坐 农业出那边曾经有找各乡镇来开会 就是说关于 关于检疫水保的部分 是不是授权给相公所那边核定 可是 后来相公所他们不愿不接受 因为 这样可能会增加他们的人力啊 那当时的情绪是这样 这不是人力的问题啊 你公所跟县府存在的价值 就是为民服务 既然你们要求他要做这些事 结果你们都不愿意出头 我们没有办法强制要求他 这不是 这个是你们县府带动 你可以吧 可以我怎么不能 可以啊 相公共交给他不就解决了 没有那么简单啊 这是很简单的事 因为这是委办业务 他必须给他钱 给他人 给他人力 他才愿意接受 各位 再讲一次 你们是来服务所有的人民的 政府的价值在这里不是吗 我们很乐意相公所能够 那如果大家都要推 那谁来做 现在目前还是那个 农业村那边在 OK 我还是建议你 有困难跟我们讲 我们跟农业处一起来协调 好 谢谢议员 我们协调出一个办法 然后授权给地方 我觉得这样更快更好嘛 因为这个非常自然 你一看你就知道他坡度如何 大家要知道 除了都市计划计会 都是山坡地 那你怎么办 每一件都要申请 每一件都要到 到我们这个水宝客 他们有这么多的人力 到周来还不是要会同你们 因为你们是元宝地的管理者 不是吗 如果可以 接大欢喜嘛 对同胞也觉得好 你要让他跑这么远 等那么久的公文 我觉得都不好啦 是不是那个 金风湘公所那边 可以先接受 我是没有意见 我可以协调 不要问乡长 不我们可以帮你协调嘛 我们讲过了 这个为自己的乡亲 我觉得 没有什么好推的 好不好 有做 我们会帮忙 你不做 当然就不好 可以 在会同那个 农业处那边 跟乡公所协调 好 我就等你 好不好 客长 客长请坐 最近比较热门的是消防局 来 局长 没有责怪的意思 只是报纸灯很大 不好看 局长你辛苦了 谢谢 不过我们回过头来 还是要跟局长做建议啦 云梯车会故障 机器本来就会如此 我们不苛责 但是如果是人为操作 电脑不会 然后升不起来 我觉得这个 这个就是训练不够 是不是这样 是 谢谢张远 另外 我再跟局长做一个沟通 我们的队员都很辛苦 外务很多 可是本质上搞不好就忽略了 像当初局长在跟我们报告 那个地形 是所有防射中间起火 当然 按照局长你们的训练是 要用立体的方式来灭火 就需要迎梯车了 偏偏迎梯车故障 要进去里面 下弄里面 到底在地上 要怎么来去做打火的工作 怎么样来压制火事 我觉得可能局长在这方面 要再继续努力嘛 因为台东是 大概都是这样 不像我们乡下 一排很方便处理 前后都能够到达 可是你是一个区块 中间起火 你要怎么进去 要怎么弄 万一云梯车不行 我们有没有受过这样的一个 比较深刻的训练 是 谢谢张医员的指教 我想整个街花型的 过去我们不了解 整个街花建筑内部的构造情形 那从这一次的火灾里面 我们发现 有很多原来的法定空地 是被搭建成铁皮屋 所以它连成一整个区块 嗯 那我们 要去检讨台东市区 还有哪一些街道 是这样的一个情形 然后找出 好 局长你讲这个问题了 问题就在这里 台东市一定非常的多 所以在未来 呃 局长你们再拜托我们大大队里面 应该在这个部分做强化 是 甚至于把特定的目标 标示出来 在未来万一遇到这样的话 用什么样的对策 是 可以尽快的把这个火灭掉 然后减少 我们要提起民共 哦 法定共地 真的要留出来 免得造成不选 那没问题啊 我想每一个 每一个核准章 消败局都有 都会用到 所有建筑物的核准章 消贩局一定有 明仔没有 一定都要盖章嘛 明仔没有 明仔没有 希望能够跟建管处 跟我们建设处 尽量去做沟通 该留下来的公共空间 能够对防火 对灭火 有帮助的地方 我们支持局长你们这样子来处理 好不好 好 我们来协调 好 谢谢 谢谢大会主席 好 谢谢张正辉 张议员 我们接下来 请田石雄 田议员 请打时间十分钟 好 谢谢主席 我想要来请我们公共局长 我们县市长 你好 那最近 我们台湾这些本所 你也是做到非常辛苦了 所以才是 其实 这本 台湾这些本所 不是你的不对 是政委政策不对 我正的会计 我有说过 没有 我们台湾这些 这些文化务里面 现在最好的 刚才像 高雄市这间 那儿 没有 我们 那些本身也不能收 屏幕的打电话也不能收 人家台湾那些 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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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百姓也都出来抗議了 做這個政策 我們中央政府 我們很驚豪 本書本來就不能收 我們以前在做就是 我們的本書分裂 分裂之後 村內的本書是家庭裡面的本書 是剩一十萬 但是我這裡有一個建議 我是說上個會議我講過了 這本書這個問題 你才分裂之後 現在就是我們 我們所謂在支援回縮 割小壞 撿不到當時 這些東西都很變本書 你只要去看 就看得到最明顯 就看得到最明顯 因為他撿不到嘛 我是在這裡有一個建議 我想 是不是你像我們兩個離到這個地方 就是 那些寶特瓶 那些座 你就是 你就是 補助人 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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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們撿不到當時 我們 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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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有鋼錢 現在一些老鴨跟一些人命力比較壞 他們如果去求求一些鋼錢 對他們的生活又有改善 我們他就一定回收不可 你不要先鬧一個戴奧心 我說這本所在收齁 這是威婉貼你的事情 他跟田議員報告 剛才你說到那個歷道跟南蘇這個 這個人的離島我們都有 漢保局跟那個 那個離島金真的有補助 我們有請向他們的資源回收物再回來台東 這部都有你做 這個我回到那裡 對 跟南蘇都有 但是現在目前我是希望說 我們在土壤裡面 應該不給歐起來燒 我跟田議員報告齁 不,你先說什麼 因為你如果歐起來燒 那裡裡面已經都滑掉了 你如果歐起來的時候 你要怎麼去燒到本舍 我做事實上我要清廚 那個東西你從暖去之後 你還要歐起來 穿下面就是土 啊 你歐到土去 去給高雲市燒 它燒燒的光 它那個土拿不下 是不是有這種情形 跟田議員報告齁 他跟我們現在的統計齁 剛才你說那個 我們以前的那個時代齁 我們那個生活 比較沒那麼久的那個用品 想要塑膠啦 替工啦啦 替掉這個東西 所以可以支援回收 但是 經濟那個 那個去調查齁 統計 那還有報紙30 到40 我們的舊的本舍中 那是沒辦法滑掉的 譬如說送家庭 送家的東西 那種要燒 因為在我們的 我們剛才聽說 對 我們的家庭的本舍齁 台湊70 他媽去 會變土 我知道 我們目前的事情 就沒辦法解決了 你能待在土下 你萬事自己要拚擋 你聽我的意思嗎 我們就 目前這個東西 現在所有師傅 現在所有左方 有的不理工的師傅 現在都被那個本舍 被那個本舍你知道嗎 這個以前 自然回收 他扣得好 他都扣得好 連在路邊 一支 他就扣一支 我覺得 這個民的政府 不能花很多錢 如果這個本舍問題 可以來解決 其實中農政府 這本舍問題 如果不解決 還要有幫他擦的啦 是好 跟這個自衛家 以後 慢慢 還有 提到我們 做一些 做一些問題 來解決 做得很難 跟田議員報告 就是 反正我們也沒想到 以前的本舍長 但是現在 所有的十三個 十三個 本舍長 都長 所以我們現在才要活化 要活化 就是剛才我們 我們田議員說的 運化器的 那個土 我們搖起來 去做其他的利用 我們不是要拿去燒 但是 我們 經過學者 他的統計 他們以前的經驗 做的經驗 還有百分之三十到四十 這個東西 是不會後面 炒不攏 一定要用燒的 所以這部分 我們 打起來之後 拿起來之後 會把他壓縮 打包起來 就是如果 國用有幫他燒 量比較多順 我們也會再送去燒 但是國用 如果要把我們燒的本舍 有一個 有一個條件 就像我們 台東的 那個本舍 那個焚化廠 要取用 他不是要把我們燒 他跟我們說 我們燒三年 三年 如果我們中間 我們的焚化廠 也說 決定不必用 他就要把我們撐起來 不然把我們燒 教授 教授 你在說這個 我真的要說 因為我們現在 我們地球的熱度 已經先完了 我們台東 現在幾年 差不多半年 南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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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麼叫南風 你知道嗎 從南風 吹過來 吹過來 這個風 跟那個焚風 一年 這麼半年 比較多 以前 12月 沒有南風 現在 11月 就有南風 所以 一年 吹半年 如果我們台東 這個風 你如果它燒下去 保濕的 真的保濕的 效果就不知道 要怎麼處理了 你要燒下去 這個煙 它是我們台東 本所不夠 那一天可以燒三百噸 我們台東本所 每天要燒一遍 你幾天燒一遍 你就幾天要燒一遍 要燒一遍 要燒一遍 如果我們台東有到千幾道去 那不是 那不是那麼簡單 那黑煙要多少 如果我們台東去 那邊說 你沒有辦法 七天公山啊 因為你的 你的本所不夠啊 你燒不燒啊 對啊 你要回來再燒一遍啊 所以這個文化 這個鹽頭 要燒這個鹽頭 應該是 在你們 在我們現在 現在 理管理的任務 裡面 管理那裡 我講 應該是燒不成啊 但是這個要燒 是要燒那個 那個 百姓的繁殷喔 會非常厲害 把田野報告啦 就是說 我現在是要來建議 是 我現在不來建議 因為我們那裡 現在這個 還要燒到 用的年華 沒問題嘛 我們現在這個會賣場 建籠是在裡面啦 對 我們可以 我們可以 退出一貫兵 行政退出一貫兵 這些 這些 他們這關這裡的地 可以跟他講啊 我們是不是 original gren出兩家地 就像我說 所有的 全會收 不是被收 可以去分搜 就是家庭 在這些分搜 我們拿來 這樣我們 可以這麼難 解決這些問題 我們絕對不要去追根究竟,以前發生的事情,政府不中,政府不中的政策,我們不可以挑剖,我們不可以整個打開 所以像我們政府怎麼有的,不可以20億元,總會不可以20億元,那都是台南館八成的,說什麼是八成的錢 現在新政務起來,他是不是要每一年,他要延續,不然延續是另外一回事,這不是台南才八成要去打 這真是我們館長這麼重要的事? 這就是一定,我們剛才不是要提醒中央的命運,我們要拿出我們的魄力,我們去做看看 你是台南館長,你是台南館長,你是台南館長,你是台南館長的,你一定要做 我們等一下都說,跟他要執行人長的命運啊,對吧 那如果要這樣,那有... 你如果要牽著你給我台南館長,我台南館長,拜託就去背影,哪有這回事 那那那那那,因為時間也夠,就在這裡,在這裡,好好地考慮一下 這樣才是相當助測啦 好,謝謝田一元,謝謝 好,謝謝田師兄、田一元,我們接下來請張萬生、張也行打時間十分鐘 謝謝大會主席,我們環保局局長 五月要結束了,六月就要開始了 我們東北氣風,在北南溪,那個風沙的問題,你這邊有沒有這個防治的計劃 北南溪這邊喔? 對,整個北南溪啦,整個北南溪啦 北南溪,對啊,我們現在都有台,都是持續在做水覆蓋跟濾覆蓋工程 你說的是台東而已嗎? 台東北南溪 就是 關山那一段齁,跟議員報告,關山電光那一段齁 那個巴河局,今年他本來是編列了六百多萬 那最近他們中央有來視察過以後,會增加到九百多萬 他們也會失做,今年會失做 什麼時候開始做? 這個部分他們還沒有說,但是他們的經費有增加了 多少的經費? 九百多萬 九百多萬啦? 本來是六百多萬而已 增加了三百多萬 不是我們環保局一直做啊? 跟議員報告,北南溪是中央管的河川 照理說應該是他們要做啦 只是我們現在,現政府,我們環保局這邊 幫他們協助做了兩個區塊 啊他們另外兩個區塊是 我們市區這邊段齁,這邊是他們 我們跟他們配合 那有關於上游那邊電光,就是靠近路也關山那一邊 他們今年會有增加經費,會做 你說九百萬,就是在關電光大橋這邊的部分嗎? 對對這部分,他們會再加經費 因為紙上大橋,還有寶華橋,還有阮山都也是包括在內嗎? 就是那一段,那一段,上面那一段 就是他們有來看過了 什麼時候開始做? 他們還沒跟我們講 因為他們要發包,他們也是要發包 好,這樣齁? 是 好,謝謝我們,局長 謝謝,謝謝,謝謝議員 謝謝 好,我們一併處 處長 是 10月29號,我們那個園民會派人來 說明那個國獨計劃法 那一天,有那個陸野鄉民,在提這個行政期的問題 是 知道嗎? 是,我有聽到 那這個,什麼去處理? 是 你知道嗎? 是的 民國六十三年前,那個園民鄉松林段,民國六十三年前,是陸野鄉的行政期 然後,重新化分之後,變為園民鄉 但是,在那邊耕作的園地主,都是陸野鄉的安慰主 因為,他們要申請,原住民保留地,沒辦法申請,也不放租,那這個怎麼辦? 詳細比較細久,請我們科長回答 科長 庚院報告,那個段別那邊,現在,我那邊有問鄉公所承辦人,他說那邊的戶籍是,原坪鄉 但是,耕作的人,大部分都是陸野鄉,那他們現在遇到的問題是說 那邊的保留地,他們去原坪鄉公所去申請,都被原坪鄉公所退回 那如果他們有符合要件的話,原坪鄉公所把他退回 他可以循那個書院途徑去爭取他的權利 那如果個案上需要的話,我們可以跟原坪鄉公所這邊來協調 但是我們是針對個案 是不是我們原坪鄉公所來協助他們去申請這個保留地 我們可以協助,但是最終的核定權還是在鄉公所那邊 那個原坪鄉公也不放租,那怎麼辦? 如果我們... 因為這個事情已經三、四年了,到現在還是沒有結果 因為包括我們的意見,鄉公所不見得會完全採納 那他如果還是堅持不採納我們的意見,如果說民眾的申請個案如果符合法定要件的話 他們還是拒絕的話,就只有走書院途徑 希望我們原坪鄉公所,把這個問題協助,因為最起碼給他放租嘛 我們會後再跟原坪鄉公所那邊開個協調會 希望這個問題趕快解決,因為每次都是到我們那邊 找我們來這個處理這個,我說我反正會 因為你自己也提過了,聽說那一天,處長也答應說 那這個都沒有問題,到底這個問題可以解決還是不能解決? 我們會後開協調會我們再要議員,還有... 希望我們這個問題趕快解決 再來,我們原住民主部落永續發展這個趙景這個計劃 哪一個部落,有幾個部落 趙景計劃都是由鄉鎮公所提報,然後原民會合併 我帶你們這個工作報告裡面,看到電光、德高、和平 那是去年他們提報的計劃,然後今年... 有在做了嗎? 因為這是由鄉公所執行,我們要先... 你們也不知道 那我們會後會跟那個鄉公所那邊再去追蹤這個進駐 其實,你說電光... 你說電光,電光坐在哪裡,我都不知道 而且我們那個建設科把那個電光是哪一端,因為他有去匯開 德高也沒有看到 我們那個電光是指那個...就是從... 呃...他的入口一向兩邊的排水溝 要去做架蓋 還沒有施工嗎? 對,那個...他們都在四月二十...二十幾號的時候都在陸陸續續在發包啦 最近都在發包 哦...這就是...出入口那個地方... 就是加蓋...排水溝蓋就對了 對對對... 那個要多少錢? 呃...據我...呃... 據我所知大概是... 大概150萬左右啦 150萬左右 150萬左右啊 對對對... 那德高的在哪裡? 德高的是在那個... 呃...是在鐵路橋旁邊那邊那個...有一個區塊 鐵路 欸...德... 抱歉,德高那個後來是...因為他那個... 對,德高那個工區... 他設置了私人土地啦 他私人土地,所以說他們就...那個部分就沒有把它列進去 他的工程名稱是一起提的,是電光跟德高 可是德高那個區塊是沒有做 他沒有做 因為他要做的是私人土地 為什麼? 呃...那時候...呃...就是... 當地代表有做這樣的一個建議 可是那個是私人土地 我們在城河道圓民會的時候就... 那個區塊就把它刪除掉了 就沒有給他統計 這樣啊? 對,可是他的名稱還是繼續沿用啦 其實他實際只有做... 可以挪到北的地方嗎? 既然有這個經費了 沒有,那個錢沒有...他沒有給...德高的部分沒有給啊 他是只有給電光的錢 這樣嗎? 欸...對對... 好,還有和平的呢,和平的在哪裡? 和平的... 等一下... 平附落環境 就在那個... 在大鳥那邊啊 那個是大鳥那邊的,大五鄉的 那邊也有和平處 對,那邊也有大鳥和平處 不是仲谷先生的和平處 不是... 哦... 好... 那就...好 謝謝我們科長 我決定那個他發發時間的時候再跟葉回報 對啦,你要跟我們講 他們要問我們,我們都不知道 好,了解 我們怎麼回答 我會後再去追蹤 好 是不是已經發發完之後再跟葉回報 好 還有我們那個原住民學生 課後父子計畫 這個齁 補助就是一個單位 是 啊,十一個單位 十一個單位 把十一個都跟預言說嘛 還在我們... 有分十一個單位 把十一個都跟預言說嘛 有一個蒙恩自強協會 達望金星會 對,海端有兩個是廣源跟加拿 還有一個多家全人關閥協會 還有坎頂 都是給協會來去做承報 然後原民會核定 那個是原民會直接去核定他們嗎 是 不是我們申請了 是 他每年到那個都會 到年底的時候都會叫協會來提出申請 然後有我們再轉 提送到原民會去 原民會來去做最後的核定 好 是 那他們就直接 直接核定就對了 對 因為他們每年 呃 每年會 他們會針對這些 這幾個協會 他們去做 寂寞 時間到了 之後 他們依據他的提案的成績 要不要繼續 然後他們 再提到計畫 然後再核定 所以今年有有九個有四個延續去年的另外再增加兩個新的這樣 好 謝謝主長也是 也謝謝大會主席 謝謝 好 謝謝張萬聖 張議員我們接下來請林三天林議員行打時間十分鐘 謝謝大會主席各位早安 民政處長 現在目前我們齁 在台灣的一個殯葬禮儀的進行方式有哪幾種 殯葬禮儀的進行方式 對 有火葬啦 還有什麼 有樹葬 海葬 火葬 就是環保葬是一類 火葬是一類 當然土葬還是一類 還有土葬 對 但是我 我是建議你建議 這是一個有感情的聲音 說過語好嗎 聽 那我講英文好了 爸爸 對不起 開開玩笑 放輕鬆 這都是良善的建議 在台東進行的一個殯葬的方式有好幾種 那個會依據民眾的一個信仰不同 在進行的 但台東齁 我是感覺沒有一個很有情感的 對這方面的一個政府齁 在重視海葬 那環保機長你請教一下好不好 那是不是本席齁 親親給你建議 所以現在台灣齁 引領有一個台灣有一個真正在東部領航的一個有感情的世界的器塊 就是台東 希望你們去建構一個海葬專區 因為這個有牽扯到一個環保的問題 跟民間信仰的問題 那是不是我們的民政處跟我們的環保單位聯繫溝通 取決在一個環境可以接受的地方 用一個很神聖的 很有信仰的一個追思 就是在海葬那邊來進行 這個不妨你們做個參考 我會跟環保局長一起努力 這個會讓人家感覺到說這個政府是真的有在關心人民 這個我們是叫做普世價值 我們努力做一個有感情有生命的 你們去學生看看 追個海上專區 請坐 原理處長 我是很不知的媒體的 但是我跟你說 我們住民的保護 原住民的好朋友請注意聽 看看我們這個偉大的機長的臉龐 這幾年在原住民的這個器塊 到底是不是發揮到實質上照顧原住民 辦活動 你辦得成功嗎 在罵你人家會講說 什麼人家你都找完了 明天麻煩 不是了你錯了 要落實了 好不好 辦個活動 十個獎金九對齊參加 今年也好意思辦 你都去看一看 各地去看一看 原住民在這個器塊 他有什麼地方 台東是一個優先的 我們不要去模仿外縣市的原住民 台東的族群十幾個族群 那麼偉大的族群在這裡 我很早就告訴你了 一部落 一鄉鎮 一產業 你往這個方面去走就對了 台版他有什麼特色 布農族他有什麼特色 牡丹世界他那邊 在溪海的牡丹 那邊是我們排文族 他有什麼特色 把特色發展產業 把產業結合觀光 才會有成功的機會 才能夠帶領他們走進來了 那我很早就跟你告訴你 原住民的小米酒 這個是他們的特色文化 你為什麼不及時廣義 去把它建構一個真正 有原住民族 由政府把它加持的 一個有生產履歷的小米酒 包括它的各產業 把它生產履歷建構起來了 尤其寵物 剛外縣市寵物沒有意思 你請坐 輕輕點心你 我希望你用點心 台東的原住民 把希望都寄託在你身上 不要讓他們空等待了 有一首歌叫做 不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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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昨天請你唱 你那些夢可以請坐 請坐 來 那個小王市長 感謝所有台東的導火兄弟 包括我們的義肖團隊 早在一間餐廳 我們做一個正性 義肖大隊長的交接 在那個正行那個氣氛 真感性 我真真也感受到 我們義肖像有好朋友 回去對台東的付出 無論在很好的救災 的方面 八八水災 我們就看到 我們的義肖朋友 包括我們的消防局 確實為人民在努力打拼 走過一個悲情 重新一個出發 也是一個機會 在那個交接的地點 我看 當場的人 現場的人 甚至來賓 都非常支持你管局長 這表示 你帶人處事 還是成功的 尤其 一路我跟著 我們的前義肖 大隊長邵喜時 邵大哥 他是我 我非常尊敬的好朋友 他的觀點只有一個 愛台東 但你要知道 局長 整個事件的發生 會會癢癢 我們不是在謾罵 我們不是在指責 我們只是在檢討 那就昨天本席 再度跟你要求的 把所有的台東 老舊社區的 消防安全 水酸的部件 你們做一個 重新的調整 這個是非常的重要 這個也是 起結未來救災 是否能夠順利成功的 最主要的關鍵元素 那至於消防局 如果在任何裝備 不足的情況之下 政黨輪替之後 也可以多多麻煩 我們留照好立委 包括洪仲凱議員 向我們未來的中央 來爭取更多的建設 包括裝備 比如營梯車 在花東基金裡面 的一個建構 要怎麼去採購 要怎麼去組織 這個要說明 那有關於消防人員 我覺得他們的消防醫 是有該檢討 是不是要派犯 如果在緊急的狀況之下 也可以尋求議會 包括我們的大會主席 的認同 從第二一倍金 來緊急採購 以備不實的需要 好 局長 我希望你抱著 一個歡喜快樂的心情 為這個土地在訪問 人民會幫你支持 感謝 你也不用自責啦 但是我們一定要把我們所有政府 人民對我們期待的進步 我們用一個精神 我們來做好就好 好 我希望說 在這裡也要幫你做一個小小的要求 理小團隊用一個愛的精神 在支持你 你要很聰明 你要很感動 上天有愛 我希望這會補兆霸地 這個一個災害的發生 是有很多點點滴滴的因素形成的 那我們在探討的過程 我們只是找到再建構加強它的安全 為首要的選項 來當時是一個很好的地方 很好的地方 因為西方北京的環境 在這裡正在 錯綜複雜的因素 台東有很多地方 還值得我們要繼續努力來推動 在這裡不分政黨 有很多的台東的所有的進步 包括我們援助民主 那個援助民主 你請寫一下 包括我們的援助民主 在台東也扮演一個非常族輕重的角色 適時族選融合一定會成功 那我也拜託我們援助長 你對台26縣的看法是怎麼樣 當然對我們台東來講 台東是 你會台東 我是支持台東 你有行動嗎 發 吃燒吃冷 發燒發冷 發光的 來 局長你請坐 謝謝你 來 台26縣你有什麼積極態度 嘴巴喊一喊 沒有擔當 你到南鐵到西海 你去看那邊有沒有一家超商 或是一個小診所 或是一個西藥房 沒有了 根本不了解 你說解決原住民的痛苦 台26縣就是開發 解決原住民的未來一個希望的公路 你去過嗎 台26縣你去過嗎 去過 它的中庭在哪裡目前 南田 對嘛 你去過嗎 那你有沒有 去瞭解當地人的需求跟生意 他們不喜歡 他們不喜歡開通嗎 沒有 因為這個不完全是我們的因素 還有屏東縣政府 屏東都不講 我就說在台東縣進你的態度 我們這次 針對南田部分有做一個規劃 那就是希望能夠把 能夠結合觀光跟參與 啊 公共有的沒有了 講那個五四三的啦 你要怎麼積極 你要怎麼建構你的思想想法抗法 結合整個台東人的力量來把這個道路打通啊 現在還在講五四三呢 做太久了啦 太平順了啦 對不起原住民族啦 土地的問題要跟他解決啦 他們的生活困沌啊 你了解嗎 不了解嗎 多少人被鎖卡 原住民族多少人 因為健保會沒有腳被鎖卡 多少 多少 不知道 謝謝大會主席 好 謝謝林塞隊的議員 啊 我們上半場的時間到這裡 靠一段落 我們十點四十分再準時開位 好 謝謝各位 謝謝 好 我們繼續開位 我們接下來第一個登機的是張前新來 請檔時間十分鐘 謝謝大會主席 那各位處長 大家早 首先本席要請教的是我們原民處吳處長 處長早 那本席要針對說我們原民處每兩年辦一次的大活動 像南島文化節 那他辦理的地點還有辦理的時間期程 大致上可不可以請處長在這邊稍微說明一下 簡直一下 謝謝 今年我們原來規劃的南島文化節 大概應該是從六月底到十一月 十一月底這個期間 那活動大概有分 這三大項的活動 就是國內外團體的樂舞 還有就是大地藝術季 就是有那個木雕跟刺繡 那還有 還有南島的藝術巴士 南島之聲 大概是在大地藝術季裡面的一個 那辦理的地點大致上都是以哪裡為主 這一次 這一次的地點大概我們還是以台東的 因為這個不算是那種很大型的活動 都是以用比賽的方式 所以我們還是以台東 我們是規劃 未來是規劃在那個創作沿襲區那邊 當作是一個據點 在那邊去辦理這個活動 因為粉習是認為 像我們縱古縣 以我們海端山為例來說 我們海端山有一個布農網路館 它其實占地也不比我們這邊的比賽場地 或舉辦的場地來的少 那還有我們觀山陣 臨近的鄉陣下觀山 那其實就不用講他們場地非常多 他們阿美族人也非常多 那臨近還有池上 其實如果是我們如果把這個是長時間一個騎乘的活動 尤其是像您剛說的 我們會邀請國內外的表演團體來表演 那我們是不是能夠拉一兩天的時間 把這個點帶到我們縱古縣 那我想我們附近蠻多阿美族的族人 還有我們布農族的族人 我們文化背景相似的話 那我想在我們縱古縣舉辦的話 它的回應 與那個回想會是非常好 那不知道說這部分 如果在今年 因為今年剛好圓民處舉辦南島文化節 那因為您剛說八月到十一月 那不知道說這方面還來得及去稍微修訂嗎 這個我們後面還有一個是有下鄉巡演的方式 那如果說是如果說議員是說國外團體團隊的話 那我們要 因為這次是我們特別去跟圓民會協商 因為他們原來的國外團隊只有到南投平東 跟蹤台灣的三個縣市 那這次是我們去跟他協商 是特別拉兩天在台東這裡舉辦 那我們再去跟圓民會這邊 再去協調 我們自己再去做協調 我們是不是一個就放到 來幫我們送五線 那其實以我們海端相為例的話 其實我們布農文物館 是一個非常適合做展演文化交流的一個場地 那我相信像在去年還是前年 我們辦一個世界樂舞節 那時候其實圓民處也非常用心 就是派了各個各鄉鎮州派對去參加這個樂舞節的活動 那那時其實我們很多族人都說這樣的活動非常好 因為我們都是南島語系的話 參加不同的文化去做交流 也可以得到一些很多的呼應和回響 那所以說族人就希望說 若是我們今年在辦南島文化節這樣子 就是請國外樂舞團體到我們縣內做展演的話 是不是能夠再把一個點增設到我們中古縣 那如果說當然就是增設到我們海端相那是最好 那我們族人也會非常感謝那個圓民處的用心 好 我們會再跟圓民會這邊去做協調 那因為他原來已經設定的時間是8月6號跟7號兩天 就是已經確定是這兩天來了 時間是確定的是 那我們再去考量這個是不是可以一個次拉到 有一天是拉到中古縣這邊 因為本期是希望說當然就是做輪流嘛 其實我們很多朋友像長濱也是啊 達人也是 那如果今年我們很就是有這個榮幸 把這個點拉到我們舉辦的地點拉到我們中古縣的話 那明年我們再跟海岸線去做交換 或者是大五縣南迴縣都可以 那就希望說圓民處再稍微協調看看 那有這樣的機會的話會當然就非常好 再麻煩出場 好 出場謝謝請坐 接下來本期想請教我們消防局局長 管局長早 首先在這邊本期要感謝就是消防局的所有工作新聞的同仁 那還有我們的一宵還有我們的副宣大隊 那其實平常的努力我相信我們所有的鄉親都可以看得到 也可以體諒到我們消防局的用心和苦心 那在這裡是有關針對說我們在做消防防火宣導的時候 其實都有提到如果家家戶戶都有一個滅火器的話 相信滅火器是我們在救災 就是在做滅火的時候是一個一大利器 也可以用即時將火勢撲滅 然後來保護我們鄉親的生命財產安全 對 那所以說本期想要請教局長 若是我們鄉親家中有關廢棄的滅火器 像是使用期效過期的 或者是已經使用過完的 就是空瓶 那不知道說貴局有沒有說協助鄉民去做處理的程序 或者是宣導他們該怎麼去處置這些廢棄的滅火器 請書長說明 謝謝張全議員的指導 那滅火器它大概有一定的期限 那如果超過那個期限或者是已經使用過 那個瓶子它當然是裡面沒有藥劑就不能用 那在這樣的狀況下可以找消防器材行 它去填充這個滅火藥劑 那所需要填充的藥劑的經費 應該是四五百塊左右 那目前這個部分的話還是 在規矩這邊是沒有編列一些就是補貼的經費 是沒有 好那因為像我們這樣的話 不知道局長您知不知道 我們在圓民會其實好像在101年左右 我們有補助給家家戶戶好像說部落 都有 偏遠部落 對偏遠部落都有一冠面火器 但是您也知道101年到現在其實也是個三年 對 那三年的齊效其實也都 使用齊效都已經過期了 應該是 對 那因為我們會覺得說 當然我們很感謝圓民會 當時對我們部落族人的關心 是 那補助給我們這個滅火器 那因為這齊效已經過了 那好像說就是上級單位 校民會就也沒有在做下一步的動作 但是本席這邊是希望說 基於我們人民的陳情的話 是不是規矩能夠協調 協調看看我們是不是能夠做一些 協助鄉民做處理的處置方法 譬如說我們在如果是我們部落的話 是不是說先去調查 如果人是要重灌那個沒有粉 藥劑的話 灌粉藥劑的話 你該怎麼去協助他們這樣子 好的我們願意來協助 我們派人到各個部落 來告訴他們應該要怎麼做比較 對因為其實我們部落 但是涉及到的經費恐怕以現階段來看 對那我們就宣導沒關係 因為我們使用者部位大家都可以了解 可以諒解 那只是說因為我們鄉內 還是以比較年長的長輩們居多 你要他們就是 如果每一個人帶著一個滅火器 坐著火車下台東去找那個 就是你們所有的消防器材的那些廠商 去灌藥粉的話 其實是有點比較方便 我們來做調查 然後跟器材商來聯繫 看他們願不願意過去那裡 對那甚至是說 如果說我們鄉民真的就不要使用的話 他們要做丟棄的話 是 因為其實滅火器 這部分的話 你們可以幫忙就是說 收集好之後 就一起做回收 那相信對我們鄉內 也是比較好的一個處置方法 好我們來努力 好那再麻煩你 謝謝 謝謝大會主席 謝謝大會主席 謝謝 好謝謝大前議員 我們接下來請高美處高議員 謝謝大會主席 我想請教一下圓民處長 處長這次我們有關文創駐村的計畫 大概圓民會下了兩億多對不對 文創駐肉園區嗎 是 對對對 那我想知道你未來的規劃跟方向 第一個 人員的配置的規劃 第二個 針對東海岸 產業文創發展 連結如何運作 你來做個說明好不好 好 跟員員報告 文創園區大概我們分了幾個基地嘛 一個商品展秀區 這次是結合那個魅力新巨點 當聲一點 主長 這次商品展秀區 就是在那個頂東客運後面的那個 那個那個基地 現在是結合那個魅力巨點 已經做聯合招商 已經委外出去了 那最近應該是要辦簽約的動作了 那另外創作研習區 那個大概是由我們這邊來自己自行經營 那未來那邊大概會有就是 興瑞設計師在那邊進駐 就是我們協助我們原住民的 我想請問一下處長 你說你自行經營的部分 所謂的經營其實不應該 應該是說是 我們這邊大概是創作跟研習的地方 那所以我們有分兩個區塊 可是你做到有專業人員的配置嗎 現在目前還沒有到 訂到說要專業人員的配置還沒有 現在是我們先讓興瑞設計師進駐 八月底就是六 八月底之後我們興瑞設計師上次 我們有從中裡面選出了五位興瑞設計師 那未來那個興瑞設計師 會進駐在我們那個文創園區裡面 大概你說大概五個創作人員是在那邊嗎 對八月底會進駐 八月底會進駐 那我想了解 這個文創館蓋這麼大的時候 你是不是有先前的規劃 第一個我剛已經說了人員的配置 這個很重要 如果你們自己承攬的話 一定有它的風險性 我不要變成以後它是變成文子館 這個你對外 縣長經常講說 這些東西文創的東西 我們必須要推展到國際化 可是你們有做嗎 你們有做很完整的規劃嗎 我想了解一下 先給你報告創作園系區的部分 除了興瑞設計師八月底進駐之後 我們目前那邊還會有 未來明年之後才會有 藝術家駐村的計畫 那今年會引進各多比較 數位設計比較進步的設備 比如說3D立體電影雕刻機這些 未來這些機器都會放置在創作園系區裡面 那也就是說我們的文創的業者 他們可以使用這個機器 可以讓他們的一些設計 或是他們的一些產品 可以更精進更進步 當然如果是說 他可以跟我們的興瑞設計師 去做一些搭配 去做一些結合 等於是說 由興瑞設計師他的發想 他可以做一些設計 律長我想了解 你剛剛講這麼一大串 大家都很清楚 可是你要連結到各社區 應該是要這麼做 那個地方不是當成工廠用 第一點 那邊是讓這些文創工作者 有機會去發揮他們的長產 去做設計 設計完之後呢 我們勢必要在每個社區 來去做連結 然後他們設計的東西 由社區來做什麼 跟他們搭配 應該是這個樣子才對 是 因為這後面也會有 跟部落做連結的部分 因為我們會常常 還會辦一些演習的活動 或是說他 部落的一些從事文創的 那些工作室的業者 他們也可以在這邊 跟我們做一個 有一個平台 大家可以互相討論的 讓自己的文創的一些 市長你們有想過 我們有這個能力嗎 你們有把握嗎 因為目前 我不想浪費這兩億多的錢 在裡面 這是一個 應該是要有一個很很合理的 專業團隊應該是應該 這個時候就應該要進足的 不是說我做完了 然後如果啟用典禮完了 然後到明年還是沒有作用的話呢 是不是 因為我們現在都已經有一系列 有在有在規劃 當然是說 我們當然 如果是說有一個很很很很 很好的專業團隊 幫我們去做整個去做 包括行銷的部分 後面包括整個整個場域 要怎麼樣去做規劃 我們當然也希望 因為目前在這個經費上面 是沒有那麼足的 所以我們先考慮說 今年 那部長我想請問一下 現階段的規劃的進度到哪裡了 現在目前的現階段規劃 就是我們新瑞社其實選出來了 因為它六月底才完工 完工之後還要辦理竣工完工驗收 那之後到八月底 就是才會真正開始可以啟用 啟用這個創作研習區 那在八月底之後 因為整個整個場域 我們會進一些設備 設備會先進來先做整理 那這樣子好了 處長 我也不浪費時間 那現階段的規劃的 規劃案的報告書 是不是會後可以先給我 以便我在二十七號 總質詢的時候 來做說明好不好 好 那處長謝謝 大衛主席謝謝 好謝謝 高美朱高議員 我們接下來請林同漢林議員 審查時間十分鐘 謝謝 大衛主席 大家早安 本席想再次就叫消防局局長 局長 昨天 本席針對我們消防前幾天 光明路的火災現場 提供了裝備的火山綠 還有消防栓的設置 還有現場火場的特性 跟未來在原住民的部落 有可能可面臨到了消防的 這個救災的困難點 跟局長請教了很多 那今天 本席提供一些民眾所提供的影片 讓這個局長來觀賞 我們待會兒我們再就民眾的質疑點 再跟局長您討論 請英國審 第一段 郭主理 阿信先拉出來 阿信先拉出來 阿信 阿信 開水開水 開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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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要去追究他們車輛妥善率一定要提升 這車子都是從泰馬里從資本財調過來的 台中市本身消防隊的妥善率這個問題 要去追究 雲梯車是從資本財調過來的 一開始叫他們說 雲梯車要過來灑水兼降溫 等到燒起來了才開始在灑水 有什麼用呢 這個要幫我們反映一下 好了嗎 好就這樣 從這個影片中 本席再次跟昨天一樣重生我的立場 我們非常肯定消防人員跟異校人員的辛勞 跟現場火災救災的所遭受到的可能的危險性 那麼我在想消防人員很辛苦 因為在現場不但要撲滅火師要救災 還要受到民眾的質疑 或者是甚至有情緒性的辱罵 當然這個是身為低限救災人員所必須要面對的一個 最基本的一個現場的環境的問題 那本席來針對民眾所質疑的幾個質疑點 請請教這個局長跟局長討論一下 第一個就是說這個當時這個我們聽到那個現場民眾跟受災戶都不停的喊說沒有水 那當時這個滅火水線是從哪裡切入 那周邊的消防山的位置 局長你有沒有說明一下 是好謝謝林議員 其實我們到達現場包括台東分隊 特殊分隊跟安全檢查隊三個單位 那麼特殊分隊從巷子裡面布到成就感後側的倉庫 總共布了六條的水線 那麼台東分隊是從光明路這邊布兩條水線進到中藥坊 跟一條水線進到立營坊 那另外有兩條水線是從文化街那邊布過來 那第一個時間就布了十一條水線 所以我們有效的把文化街這一側把它綁直下來 讓果市沒有延燒到文化街這一側 另外把果市局限在成就感後側的倉庫裡面 那麼那個時候中藥坊跟立營坊 已經有溫度進到它的後側裡面去 所以我們把水線布到立營坊跟中藥坊 把果市局限在這兩棟建築的後側跟成就感 這個倉庫的後側把它局限在這個區塊 本席在現場有去看去到現場 大概有兩個消防栓 一個是位置在大同路跟自在宣的茶坊前面那一條消防栓 一個好像是在光明街那個宜家航的一個轉角的一個消防栓 那現場也反映很多就是說它的水量不足 那我想請教局長啊 這個是水量不足或者是水流不足 或者是加壓的磅補加壓力不足還是怎樣 導致它的水線很弱還是這個要請教請 我想同時間放出了那麼多條水線 尤其那個時段剛好是六點左右 大概也是市區民眾用水的高度 所以在那個階段會多多少少會發生所謂水量不足的問題 但是自來水我們在火災發生的同時就已經通報自來水 將水量集中供給到災區來 那根據自來水給我們的資料 他們也啟動了幾個市區附近的一個加壓碼拔 然後開啟周遭的一些開關法 將水量集中到供水到這個火災線上來 那其實我們後期我們感覺水量是夠的 那當然初期會有這樣的情形 好 謝謝居長 那居長還有一個就是第二個就是我們剛才看到的影片 那根據民眾反映在濕火濃煙發射的時候好像是五點多 商務局接到包含的時間是幾點 我們的受理包含時間是五點五十九分 那到達現場的時間呢 六點三分 六點三分 是因為這個東西都是民眾質疑的 本市也希望局長您在這個議事堂裡面 向所有的縣民告知這個所謂的真實的狀況 所以我才會問你這個 那第三個還有一個比較 比較覺得納悶的就是 因為我們知道這場火艇好像是因為有惡度在燃燒 對 那 我們學長您是否已經確認第一次的這個火勢 已經完全的撲滅的時候才撤出水線 不是 我們是將火勢局限在 我剛剛跟您的報告的 局限在立英坊跟中藥坊的後半段 還有成就感倉庫的後半段 那個時候我們認為 中藥坊它是鋼筋水泥的建築物 但是再後我們發現 原來它中間有一段是 原來的法定空地 它被蓋成了這個鐵皮建築物 然後再跟中山路巷子口的一戶民宅 它所三四樓所搭建的鐵皮建築物 然後一直延伸到原來的法定空地 跟他們都跟這個中藥坊都連在一起 那民眾的質疑說 為什麼在第一次火場這個火警 這個火場消滅火師之後 為什麼馬上的撤除水線 就是說導致第二次鑄染的機會 這個是民眾所特別之意的地方 因為在這邊還有 因為本來是沒有這個富燃 沒有如果沒有富燃的話 不會波及到這個藥局跟那個五金行 好像是第二次火災又引起來了 第二次的富燃之後 那好像他們的民眾也跟本席說 你說現場的消防人員也說了一句話說 燒了再滅就好了 這個應該不是在消防局的 這個國產的控制的範圍 這個我們請巨長來解釋一下 因為我現在不了解 它所指的水線是哪一條水線 但是燒了會富燃 譬如說成就感倉庫後側 它存放了大量的木質材料 跟紙板 那我們把火勢澆熄之後 它是上層洗面 但是它下層的溫度還在 所以你如果不持續去灌注的話 它下層會再富燃 好 局長 這邊有很多民眾的疑點 大概有十幾點 十一點 但是我認為大概比較重要 大概三點到四點 那我把這次要做整齊 我再承告給局長 那請局長您 在內部檢討會議的時候 再針對民眾職業的地方 做最隔離的一個解釋 好不好 好的 我們都不希望這樣的一個火警 再次的再發生 那種希望更多消防局的人員 為這個日後這個防治的來努力 是 因為我想給我一點時間 我想這次的災害 我們一定會深刻的來檢討 或許我們有一些地方可以做得更好 但是我們也要特別呼籲 防火間隔千萬要流出來 還有我們所使用的建築材料 千萬要能夠防火 所以我們呼籲受災戶在重建家園的時候 對於這兩個部分 請特別的注意 您要請坐 謝謝局長 那個園民處處長 處長 昨天本席 問你這個有關園民會館 內部的這個裝潢裝修是否有移動 或者是你能不能請文教科行政 文教科的課長能夠 就最後針對昨天本席所移立的地方 做一個比較詳細的說明 在會後好嗎 好 或者是裡面下面有沒有變革 或者是這些東西到哪裡去了 這些交課品到事後會不會再回來 做一個簡單的一個說明 好 好 有沒有改善空間 當然有很多改善空間 有沒有人需要被懲處 我跟洪議員報告 我們的同仁都盡最大的努力 局長你有沒有要打算自行懲處這件事情 我覺得我已經盡力了 如果我沒有這樣的計畫 局長這件事情真的要好好檢討 這個災難的發生 現在在這一個看起來只是一個局部性 假設今天台東發生一個大型的災難 我真的無法想像到底會發生什麼情況 依這個雲梯車三台三台都派題 這個陀山綠的問題 昨天的報紙也寫了很多 大家其實真的是體諒 我們第一線的消防隊員的辛苦 所以大家不忍心多給予苛責 好那不給第一線的苛責 那當然苛責長官 局長這件事情我不知道你們內部開了檢討會議了沒有 我也不知道縣長打算怎麼處理這件事情 但是我覺得這件事情應該要 高級的長官應該要自行懲處 妥善綠的問題有關未來大型災難發生 我們今天想像他在這個小巷子裡 那萬貴是大樓歸修 大樓歸修真的是整棟歸修 如果依今天這個情況 你覺得是不是這樣的情況 我想形態不一樣 大高樓建築物有它相對應的消防設備在做防護 相對應的防火區化在做防護 那我們今天所面對的是一個接化型的一個災害 那麼原來的法定空地 就是要做防火相用的 都被搭建成鐵皮建築物 然後緊密的連在一起 讓我們在水線部署的時候 發生非常嚴重的困難 有很多民眾也檢討這個部分 關於建管的部分 防火相 或者是你剛說的使用防火建材的這個部分 那到底建管他們怎麼樣管轄 那這個部分我想你也 你也要說也說不出口 你認為這是建設處的疏失嗎 我認為這個是老舊的社區早期就已經存在的一些問題 這個地點還在縣政府的大門口前面 就這樣啊 那其他的地方就不用說了 是 所以我們接下來我們希望能夠清查市區 看看還有哪一些區塊是這個樣子 然後可以先去做一些 第一個勸導 第二個我們看看我們的水線有哪些路徑可以布 就像我們台東市有多少消防酸 總共數量應該是300多個是吧 這300多個的有每一年進行檢查吧 我們每一個月都會檢查 每一個月都會檢查 所以當今天發生這樣的火災的時候 那這個水壓不足的問題 有神經想過嗎 當大家在同一個區域裡面拿那麼多的水線 這個當然是要考慮 過去沒有考慮過 有啊 但是今天也是發生這個事情 你現在自來水所提供出來的水量 就是這個樣子 我們每一年消防局也花了很多錢來進行這個演練 我想經過這一次的事情 不要是只有檢討像接闊式的火災發生時候遇到的問題 應該要考量假設今天發生大型災難 這個小型的災難的時候就是一個演練 就是我們平常在累積經驗值 但我們也不希望這樣的事情發生 但是今天發生啊 我們就是來測試平常演練的一個成果 結果今天發生這個演練成果就是問題很多 有一些問題我們事情是不曉得 事情是不曉得 比如說我們認為原來這棟建築是鋼尖水泥的建築物 可是火災發生之後我們才發現 一棟鋼尖水泥的建築物的中間段竟然是有鐵皮屋的構造的一個情形 我相信你們內部已經做過檢討 這個檢討報告如果可以對外公布的話 我麻煩給各位議員一份 那我們知道說針對這件事情之後 消防局做了什麼樣的一個改善 謝謝局長 麻煩一下我們原民處長 處長剛剛有提到高美術議員也有問你 說我們藝術家要來這個新類設計師要進駐這一個台七的這個地方 那預計會有多少個新類設計師 原來規劃是要九位 那這次有十幾個來報名 那後來經過我們那個委員他們申選出來 就選出五位是比較符合 符合未來比較有可以有創作基礎 那未來他可以使用這個空間 所以這個設計師是這一個首創館的一個主軸 應該是另外一個主軸 等於是我們是做一個育成的那個 功能 對對對 因為等於是說我們協助一個剛要發起的一些年輕的朋友們 他們如果說他們對文創設計師是很有想法 市長你覺得成功率會有多高 這個我沒有辦法去 旁邊喔 對我要講旁邊有一個血淋淋 活生生血淋淋的案例給大家看 鐵道藝術村啊 是 駐村的藝術家啊 結果現在整個要BOT啊 對過去也做過駐村藝術家 鐵道藝術村 那個失敗啊 好 跟一員報告 其實我們這個興瑞設計師 他原來就有在從事文創的工作 比如說他在一些私人的企業裡面做文創的工作 那他希望是說能夠回鄉來 經過借用我們的育成 給他一個公共的空間 給他這個空間 讓他可以去發想他自己的設計 那未來他可以自己可以開始經營了 自己營運出去 等於是我們做協助的這樣的 所以你的評選已經出爐了嗎 對 就是有哪些藝術家 你可以稍微說一下 哪些設計師呢 有那個是針對做紀錄片影音的 那也有是針對做我們原住民的一些天然的素材 他自己想的設計 譬如說是那個檳榔的那個鞘 他要以後他要從事 去把這個檳榔鞘去改變 可能也許是紀錫粉 或是從他的纖維組織裡面慢慢去細分 然後去做 那你覺得 你現在列舉了幾個 應該你會先講 代表說你覺得他是不錯的 那這幾個設計師 他所做出來的東西 他是有產值的嗎 還是我們只是做一個文化的傳承 沒有沒有 這未來是 等於是協助他們未來是要創業的 他如果說他在這邊設計出來之後 他的產品是可以 到另外一個館去展獸 對 他是到另外一個商品展獸去 我們有留一個空間 是我們要自己 未來是說 如果是說在這個商品 那個因為留17間是有委外出去 有留1間是 還有幫忙 就是我們部落的一些 一些產品 文創業者的產品 我們也可以在這邊 在這邊來去做販售 這個利益都很良善 但是我真的希望能夠好好的做 原因是為什麼呢 觀旅處 他現在在推動台東的觀光旅遊的部分 有很大一部分 就是來推廣我們台東人文 那人文就是原住民文化 這些是大陸客他不會來的 這是我們國旅 或者是一些其他 比較優質國家的這些旅客 來到台東之後 他會去的地方 那所以原民處所做的東西 對於台東的觀光發展 我覺得才是真正最重要的 所以我希望你在做這些事情的時候 能夠多考量這個部分 未來喔 不是這些東西的延續性 不是今天只有靠補助 補助結束之後呢 我會騙我 他要有一個延續性 我覺得台東的觀光發展 在人文部分是原住民文化產業的部分 那就像現在 最近大陸客開始不來 我們台東的觀光要發展什麼方向 這個縣長已經就職六 已經當了六年的縣長 在這個部分 我覺得 有一些小部分的啦 你們有做一些補導小部分的這些商家 有做出這個特色 但是 全面式的還不夠 所以呢 我們一直在推動所謂的維新產業 我在最近新的這個 縣長的施政報告裡面 開始出現這個名詞的維新產業 維新產業就是讓在地的民眾能夠賺到錢 就是採轉進來 採轉賺到錢 所以這個部分喔 官呂處他沒辦法做這個啦 這是文化的部分是原民處要來做 但是我覺得這個橫向聯繫很差 就是我們問官呂處 官呂處把這個問題丟給原民處 原民處呢 問的時候原民處沒有官呂處 我們整體觀光發展的一個觀念 是沒有的 就是你們單純可能認為那只是一個文化的傳承 或文化的推動 呃 跟你講 這個 當然這個文創產業我們當然也是結合 因為它畢竟是一個產業 我們也可以結合我們的部落旅遊觀光 把文創園區跟我們部落的在地的旅遊 可以去做一些結合 這可以把這個代表 市長因為時間也到了喔 我們留在總質詢的時候 再來好好的討論這個部分啦 我希望你能夠回去整理一下你的思緒 告訴我們未來你在原民處的這個位置上面 要怎麼樣子去推動協助台東的觀光發展 好不好 好 謝謝局長 好 謝謝洪東海洪議員 我們接下來請您站這裡一眼 謝謝大會主席那個原民處長 原民處裡面的道路是屬於哪一個科長管理 道路 道路 道路是誰 來 你先到了嗎 這點我要請求你 我在去年啊 就跟你提醒 資本的吉泰路你知道嗎 吉泰路你知道嗎 你知道嗎 你知道嗎 我不想 啊 王維榮在提的 我在提的 關心原住民部落的 吉泰路 我知道 二十米的道路 忽然間縮減十二米 那裡進出有危險 多數是原住民的好朋友住在那裡 你視而不見 現在在跟你講這個案子 你好像在天馬行空耶 你在推什麼 因為我們這邊負責的是屬於聯外道路的部分 對 那個就是聯外道路 可是因為那邊並沒有 因為那個並不符合原民會的那個整個條件 所以在我們的聯外道路 不然這樣對不起國家 對不起人民 要辦活動 把它搞完 把這個國家搞死 把原住民搞死 不符合原民會 那個歌長 來你請坐 請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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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你要這樣子 一天過一天啊 黃建廷這個團隊啊 會因為你啊 會搞垮 我們一眼同仁三十幾 我們都非常支持原住民的任何預算 有預算 你要辦活動 辦一個活動 美食活動 三十幾萬 錄起十個名額可以頒獎的 結果只有九隊去報名 你不會不好意思啊 你不會頒獎 因為那個原來我們就設定的是 最多最多是十個團隊才能進來這個比方 那邊站在那邊啊 說說那麼多 要就普羅大眾 要就讓告知我們所有的部落好朋友 還有那麼多限制的 對那個有做邀約 好啦不要講了啦 聽不下去了 不檢討 原住民的 原鄉你去給他看一下啦 以為做到兩年 我要親你啊 我們也以為快點 原鄉的部落在那邊逃不怕啦 你對不起原住民啊 所以我希望 不管是任何族群 任何公共建設 是共享共用共有 不符合原住民的政策 你就不去推 那那一條路你不要給我走喔 那思維搞錯亂啊 我希望會後 那個科長你請取一下 本身你自己對台東的一個建設的積極推動 你會同王輝龍議員 到吉台路那你去看一看走一趟 多少原住民主在那邊發生車禍 不要說漢人啊 你親和以看 科長可不可以 跟議員報告就 就在上一次在定期會執行之後 我們有邀請 管議員也有邀請我們地震地震處建設處 因為那個消息 對那是都市計畫道路 沒有消息嗎 對那個部分還是維持在是說 它要按照一般的都市計畫道路 生活圈方式去提報這段路的 那你們有提報嗎 這個是 你們也沒有提報 他提報還是在台東市公所他們要按 那台東市公所他們有哪種能力 在做那麼大的建設 因為那個道路是很寬廣的 他也沒有建設經費 市公所確實是沒有錢 那你是不是站在一個嚴明處的處長 這個高位你要主動解決問題啊 不要用很蠻橫的一種自私的一個法令在綁死啊 車禍平緩 你不想盡辦法 還要照依法這樣一步一步來 要做到什麼時候 人民的財產都已經完了 我相信啊 在台東啊 每一個人民住在這裡 是對這個政府都是很良善的一個態度啊 但是你不要把人民搞火了 新燃養機場 你有出面嗎 在原住民部落裡面 要搞一個養機場 你的態度是什麼 他的智慧啊 對原住民的朋友的一個政策 真的是落實是照顧的 不是稀幻的 你要不要聽黃縣長的話 要不要 還是你要違背他的旨意 講話 我聽不懂議員要表達什麼呢 你要不要聽黃縣長的話 黃縣長的意思 要把他的吉他 他如果要把他托看那個原住民好朋友的交通 安情 是他的施政的首相啊 他是要求這樣子 你要不要聽他的話啊 你要提出 因為那裡的原住民 聚落 你要提出 說不清楚 你搞不清楚方向啊 黃縣長今天在台東努力施政啊 不要因為一個你啊 毀了 我在看看你們鐵道藝術村 對原住民的所有的設施在裡面 因為未來你們怎麼營運 我拜託你啊 不要再VOT了 好不好 原住民保有的東西資產 我們要捍衛 這個不是用營利為目的 這是一個文化的傳承 我們要繼續下去 我們在生活的過程當中 我們找回原住民 四千年來的原住民 在這裡落地深耕 他們的總統的優質文化是什麼 原住民的文化是優質的 你要知道 不要自我悔氣啊 南島文化大學 如果可以在台灣建立起來 我告訴你台灣的未來的觀光啊 台東的觀光 就是靠 因為有原住民 在這塊土地 讓台灣的能見度發光了 小割集 弄一個那個包什麼東西 在那後自我開心 會場沒有宏觀啊 陳建磊現場 他主張的南島文化園區 你怎麼不繼續推呢 他用心去珍惜的巴拉館 你們竟然給他圍外當酒店 可憐蟲啊 你對不起原住民 我告訴你 你不要站在那裡啊 好像這個位階啊 這個是一個責任啊 你陳起在何時 做了這個位階 我做了什麼大事 我做了什麼大方向 這個你才對得起我們自己的主人啊 每天罵沒有用啊 動不動就寄出法令 原住民第七部落 有自來水的普遍力怎麼樣 來你說明一下 多少 自來水普吉利 全台東嗎 對 原住民部落而已 來你說看 普吉利應該到有八成 現在怎麼做呢 八成 哪個地方八成 我陪你去看 哪個地方原住民部落 哪個地方自來水有八成 台東四七就沒八成啊 欸部落八成 亂搞啊 你這這件事情 你剛才講八成喔 請問你有沒有真正在說謊 你說謊的話 趕快給我說對不起 有沒有說謊 哪個地方原住民部落 部落喔 自來水有八成 來 你講哪個部落 你講一個部落就好了 我八成 黃靖遠被給你搞垮了啦 我要拜託我們的現場 要有大智慧 不要跟你處罰 哪個部落有八成的自來水普吉利 台東市地區成都有一些地區大部分都有超過八成的 像宜灣部落 好 你到自來水去給我換個公文 請他 把部落的自來水普吉利的一個數核表給你 你總市區你拿過來 黑白山 台東市區就沒有了 你還說部落有八成 表示你封攻委員 你做得很好 亂七八糟原住民的政策方向在哪裡 你這搞不懂啊 每天要跳舞跳什麼舞 你要把原住民精美的一個實力的正將的一個好的舞蹈把它推出來 不是隨便跳一跳 跳久了人家不喜歡看 你要把精緻化 把原住民的產業精緻化才有競爭力 這句話你把它記好 懂不懂 那你可以說代表 在台東的部落產業可以發光發亮 你講一樣東西就好了 洛神話我先跟你講 倒了嘛 來 來你講一樣 你當了這個處長 你做了這個高位 那麼多的預算給你 你外部落做了一個產業經濟 可以傲人的 你說一樣就好了 未來我們這個文化 別說未來 那站不下去 拜託我站不下去了 沒法保證你都說不出來 講一樣就好了 我們時間有限 讓給你 我們小米紅禮 蛤 還什麼還在講小米 我告訴你 不要談那些了 原住民的產業不是靠單上那些在那邊搞小動作了 深圳文化跟金曲永續啊 觀光產業要結合了 他的文化的優美在那裡 台灣族 對日記時代的一個牡端事件 在那裡都什麼很有名 皮革雕刻是非常有名的 你擺爛嘛 謝謝 我尊重大會的時間 好 研討啦 各位好謝謝你說對不起 謝謝 謝謝林三天的議員 我們接下來請張總統張議員 謝謝大會主席 我們副議長 先生我的各級處各課長 大家早安 媒體先生小姐同仁 我想直接講我就不各套 我們大家做一個溝通討論 請叫蕭文集長 大家為了這次的失誤問題 大家討論得會不會揚揚 今天的自由時報又看出 引力車的傳奇要用壞掉不要修好 這大標題 這個 我們也之前我們就在懷疑 這個 這一次的師父按照消防局所說 哇非常龐大 歷史以來可能這次最大的 所以說這個問題講起來 要從哪裡講去 我們大家擴通一下 其實我既然講的 吃這個飯粘這個經 一個消防局那麼龐大 既然遇到一個狀況 既然是這樣的結局 我在想 當然你們解釋的理由非常好 我不反對一件 但是我會懷疑 解釋的理由編故是都OK的了 但是事情發生畢竟是事實 善後的處理狀況如何那是事實 所以這次的遺體是三部 四月份有一台就發生問題 一個就是在一月份 一個是在現場出狀況 剛好那三部車子都不能用 那不是很奇怪嗎 隨時備載的東西啊 消防局在失火的這個狀況 火災水災這個都是一個敵人 你是備戰要面對的問題 就像我們國防一樣 隨時備戰 不能說一旦有狀況的時候 我的飛機又不能揮 船又不能挖洞 病例大家都是還沒放下還沒回來 那不是理由的啦 你雖然解釋的理由可以接受 但是我們沒有看到 本期如果現在馬上要出狀況 給你消防局報告 現在中心路727號的附近 已經是我 現在馬上開園演練 叫你的營梯車馬上開過來 假如我這樣做 馬上給我執行任務 雲梯車能夠操作嗎 謝謝張議員 如果可以我們現在就馬上來試 現在經過祭司的維修 三部雲梯車是正常的能夠來操 為什麼現在就可以正常 所以我們這次 為什麼我現在講的是 為什麼現在可以正常 那之前失火不能正常 我以為這個答案而已 重點 為什麼 我們也確實的來檢討這個雲梯車 不要被檢討 事情發生是事實的 我今天講個例子 今天我 我拿刀子 亂砍 亂刀砍了 今天被我砍死了 你說對不起 我以後不敢 你是有補嗎 事情 我在發生之後 我們 其實這個講 其實我不要為難你 我真的不想你做答案 之前車子壞掉 現在事情發生之後 馬上車子會好 那這個當中 我要講一件不好聽的話 那之前你們的作業 有沒有用心在這三部車子裡面 有沒有去注意到他能不能 激動 當激動的時候能不能操作 你的操作人員 你的管理人員 你的維修人員 有沒有集中精神放在這部車子上 這個就是我們要檢討 這不是檢討而已 這是名子名高 編預算給你430萬的維修會 所謂的你的維修會裡面 包括 這個 警備消防救護車公務車等等 那你在裡面使用上的 比數邊 偏重偏輕 那是另外一回事 那是你自己的彈性應用 有需要而用 你編了430萬 結果編出來的東西 當你有事的時候你車子不能用 那是不是要追回430萬 要不要追回 表示你沒有用 這個錢沒有花 我這種說法是非常正確的 如果說你有在維修 應該不會發生這些問題 就是會發生也不會那麼巧 三部都不能用 對不對 你醫院問4院問所發生的問題 不會說到現在 你都沒有在處理啊 當然你可以拿一句話來常常說 這個因為怎麼樣怎麼樣 這個 這個無疾之談的 這個東西沒有辦法去 按照你的邏輯來說的話 我們沒有辦法去相信啊 所以我們現在要改變我們的 現在改變都是 講那個都是 我們剛剛講的 已經發生事實的問題 你再去改變 那個只不過是說 對現場的問題 來做一個解釋而已嘛 買車那麼多錢 維修那麼多錢 每年都變這個預算 去年前年的預算都差不多嘛 本來這個預算就是有問題的 變預算如果差不多 應該預算是預算什麼預算 當時你們都化整圍領都剛剛好 這個預算就出問題了 喔我今天是 要解開預算的編化 神秘的面紗 其實我都不講話 現在很多官員跟我講 你不要講 有時候我又看不下去 還讓我提出來 給大家做一個參考 喔參考 今天執政者的黃建宇縣長 他希望 縣長希望把事情做好 那是他的要求 當我們所部署出去的 各個市 各處 沒有把事情做好 我們也沒有辦法去對 這個法連台東縣政府的縣長交代 那對縣長不能交代 縣長就不能對全民交代 這是很簡單的一個例子 我今天可以提供一個意見給你 剛才那個我講的是車輛的問題 我現在出狀況給你 你一定再開過來馬上操作 能不能操作 如果可以 定期待會兒我就來試試看看 我來出狀況 好不好 這第一個 第二個 你要把這個 火災水災當作他是敵人 你這個消防器怎麼去面對 敵人來臨的時候 你怎麼去對抗他 這是你整個沙盤推演應該要做的事情 今天我要講 我再給蕭文景一個建議 你參考看看 你要把台東市 把台東縣各鄉鎮 每一個住宅區 每一條道路都要弄得很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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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這種狀況 你都做前面的分析判斷 這敵情的分析 敵情敵物的分析 道路的分析 然後分七塊 你消防車有多少 一旦狀況發生在什麼七塊裡面 我們路線怎麼佈置 車輛怎麼佈置 我幾個例子 當初你們的操演也好 事實也好 出路發生 所有火災人家報給你 哇你們的車子通通去 那個道路就這麼小 就這麼小 小貨車都困難 你們車子都開去 大高車 小貨車開進去 好了 進去了 不能掉頭 也不能 也不能掉頭 也不能發股 你是救火 還是 製造交通的混亂 所以你們這種東西 我說敵情調查 現狀的 敵情敵物 都要掌握在你的手上 有哪些道路 哪些道路可以跑 什麼車 都平時做一 高分七塊去做敵情調查 然後再做沙盤推演 你這個消防警 如果不做沙盤推演 我是感覺非常的信 不合時代的潮流 不能說那邊是我 通常都車子開過去開過去幹嘛 看戲喔 這是錯的 你要把每一個器官分析的清清楚 在哪個地段是我的話 這個器官 車子怎麼跑 放下怎麼跑 哪一部車子跑哪條線 指揮官一定要助正指揮 聽一個人的口令 那才是對的啊 你不能你一記我一記 到時候你一同鐘 才造成今天台東市這個問題 這問題多嚴重你知道嗎 我住在北南 我正嚴重在台東市 你要說張玉眼 你拜託幫我們發聲一下 講話一下 雖然你是北南的 但是我要拜託你 不然再兩天我沒講到嘛 我聽得嚴重也是不堪日耳 真的聽不下去了 所以我在這邊啊 剛才我講的 沙漢多年要做 底情的分析 底情低伍的判斷 平時要操作 把台東線的地圖拿來 照片拿來 分析判斷 分配真目 事情一來的時候 都不要交代了 他知道怎麼去操作 每一個人都有概念 那就不亂嘛 就不會亂 我們要的是結果論 我們要的不是過程 過程是在私人化之前的前置作業的擦盤作業 我講這樣齁 集長 我以眾欣賞的很誠懇的提供建議 人民的財產生命是非常重要 不能事後用一個道歉 哎呦我舒服啦我怎麼樣啦 水壓不足啦 水壓不足 你平時要底情調查嘛 底情低伍分析幫幫忙 一發生的時候 趕快通知代謝公司吧 加壓吧 這什麼簡單的事情 還要我講嗎 所以齁 因為時間上的問題齁 我們大家做參考啦 齁 我是很誠懇的 其實我不想講 因為這是我專業的知識啊 齁 說難聽我也一次前啦 我個人想要的 我不希望說告訴你們 因為你比我更專業嘛 啊結果你更專業的東西做不出來給我看 所以我 所以我沒辦法去提供給你做參考 齁 希望以後不要發生了 以後我要看你們 黃寶寺有沒有做這個 小寶寺有沒有做這個事情 好不好 好 謝謝張議員 好謝謝張總統 張議員你可以到外面先休息一下 沒有關係 人家知道怎麼做了 齁 好接下來請洪中海洪議員 謝謝主席 麻煩一下民政處長 處長我們這個貴處齁 都有在協助民眾在假 一些大型假日的時候 這個車票 返鄉車票的這個業務是在貴處嗎 對 那這個其實齁 是一個利益良善 但是齁 其實民眾的需求大過於這個實際的供應 所以雖然 有做了這件事情 但是大家一樣 購買無票 齁 那另外 當然 因為你們辦了這個業務 所以我知道 跟你討論這件事情 齁 什麼事情呢 民眾齁 對於要買車票 要從市區跑到火車站去買 齁 這件事情是非常不方便 齁 特別是女性的朋友 齁 女性的一般的民眾 那在晚上的時間 齁 有的大部分白天要上班啊 齁 有自己的事情要做啊 等到了下午之後 下了班之後 才要去取車票 那當然 年輕人會透過網路訂車票 到那個iPhone去領這個 領車票 但是年紀稍長的 他其實不知道 怎麼樣子利用網路去訂票 甚至於到iPhone去領車票 所以呢 他只好自己 自動車站 站在那裡 那如果是下雨天呢 要這個 被雨嶺 那 冬天的時候呢 那麼的人 齁 要從這個市區 跑到火車站去 而且呢 到了火車站之後 還要在那裡排隊 齁 那 才能夠買到一張車票 這是台中人 平常 的痛苦啊 所以不知道這件事情 齁 是不是有辦法透過憲政府 來建議 齁 在市區設一個 齁 可以讓民眾 買車票的這樣的一個點 齁 譬如說 在市區過去 舊站那個地方 有一個縣民 那是旅遊 旅遊服務中心 對 在那個地方 是不是能夠 或者是現在的 旁邊有一個 轉運站 轉運站裡面 有在賣車票 是不是可以設一個台鐵的專櫃 齁 然後在那邊 讓民眾就可以就近在市區 購買車票 可不可以來協助辦這個部分 呃 我想我們會 會同交通客人來協調的嗎 是 這個實際上 我們是做返鄉專車 但是實際上 一般交通的業務是 交通科在負責 所以我們會 會同他們去協調嗎 就 因為縣長覺得民政處比較閒 所以要把這個業務給你 還是 沒有啦 我們能夠服務多少 就服務多少 好啦 所以這件事情就拜託你們 因為 把這個業務放在你們這邊 也很奇怪 我知道你們是協助辦理 所以 這個業務只好來跟你討論 那麻煩處長來跟 就是縣長 提這個建議 跟交通科這邊 跟台鐵這邊來商量看看 這是民眾的需求 我相信很多民眾都有這個需求 能夠在市區設一個 台鐵的專櫃 讓大家能夠在這裡購買車票 OK 謝謝 好 那還有還有 這個針對貴初的部分 離島地區 南嶼跟綠島 兩個 兩個 離島 因為交通不便的關係 這個 兩個島上面的民眾 如果要申請有關 護證的 業務 是不是要跑到台東市來 沒有 他們都還有護證事務所 各自有這個護證事務 都還是有護證事務 所以在那邊 大部分的業務都可以在那邊辦 對 幾乎都可以在那邊辦 那應該是還有地震的問題 那沒關係 我再跟地震書商量 因為他們有反應就是 有很多業務要跑到市區來 台東市來辦 那他必須又受到這個交通的限制 我們都還有兩個人 各兩個到三個人都在那裡 人力在那個地方 謝謝處長 那還有一個部分 我們現在台東的整個台東縣 立岸的民間團體 有多少 800多個 800多個 對 所以這個業館都在貴處這邊 嗯 勞工團體還是在社會處 其他的團體都在我這邊 對 那小小的一個台東縣 人口數沒有那麼多 可是我們的立岸團體 卻有這麼多 這個800多個立岸團體裡面 有多少團體 沒有在運作 目前來看的話 有沒有在運作 沒有辦法去實際了解 但是實際上有在運作 大概300多個 那你怎麼去衡量他 就是他有申請補助 有申請一些計畫 對 那至於那些沒有在運作的 是不是貴處的管理的部分 比如說是要求他就終止了這個業務 其實我們的相關辦法裡面都有 他多久沒有報 其實內政部一再 當然這個管理 其實對民間團體 內政部有一個解釋 就是說 低度管理高度自治 就是對民間團體的 因為社會率我們不能透過中央 都公共權力來壓制社會率 所以我們 大概我們會 會包穩過去 我想說 這是我們可以 做的事情 我們接下來這段時間 我希望能夠做一個清查 就是沒有在運作了 是不是我們就 透過這個管理的方式 因為 當有800多個團體要管理的時候 對貴處來說 是很大的行政負擔 所以 就也順著這個議員的質詢 這個方式 來針對我們的民間團體 做一個完整的清查跟管理 針對 比如說他多久沒有報 這個什麼 理監事會議 或會員大會的 我們要求他趕快辦理 如果他不辦理的話 我給你兩年的一個 反送時間 沒有我們就把你出來 那個規定都是備查 對 我相信 內政部定備查的意思就是 備查跟核定不一樣 備查就讓我們知道 對 對 但是有去備查 當位應該不多吧 有在辦理會 當位去備查 他們不備查 也不會構成解散的理由 所以 所以就是我們只有開 就是讓他申請 成立 但是後面幾乎沒有管轄權 除非他有民眾 陳請說 違反相關章程 法律的規定 對公益有害的 我們就會介入 這個很難 因為民眾 我們甚至已經有幾個團體都不知道了 對阿 所以我覺得 這個 是不是根據內政部的一些 或者是跟內政部商量看看 真的這部分是不是有一些比較好的管理辦法 因為我覺得 這個牽扯到很多事情 比如說補助款 活動補助款的部分 縣埔現在把活動補助款減少了 我們大概可以在低度管理的範圍內 做到能夠掌握的狀況 對阿 我們也讓這些真的有在運作的團體 能夠獲得到比較好的照顧 那沒有在運作的團體 我們就讓他能夠 策案 或者是什麼方式 那因為 我剛剛講的 他牽扯到的就是 縣埔 我們現在 因為財政拮据的關係 所以我們把補助款減少了 那這個沒辦法 我們縣埔就是有 有 有困難 所以我們只好從這個地方 這個管轄牽扯到後面很多問題 所以我想 第一步先做這個部分 好不好 好 謝謝處長 可以做 好 再來還有兩分鐘的時間 麻煩原民處長 處長 請 在你們的這個施政的一個 工作報告裡面 有提到 有難為的小米的計畫 是 對 那這個計畫 目前的進度是怎麼樣 應該要分兩個 兩個區塊來分 一個是在 在硬體上面的 我們現在已經做規劃 因為第一期工程 大概就是在前面 立秋國小 有做 未來是做 正設那個 廁所跟那個 它露營區的部分 那個已經規劃 已經包完工完成了 那第二期的部分 是針對立秋國小的那個校生 會做那個小米的那個學堂 以後是那邊是有 可以有營運的 就是也有 立秋國小 對 舊的立秋國小 已經廢校了 對 會以那個為據點 做一個小米學堂 那裡面就會有 有小米的一個故事館 也會有一些餐飲的 會在那裡面 會結合在地的觀光產業 把它再延伸出去這樣 那這第二期的工程 現在正在規劃當中 那今年就會再 會完成發包的作業 應該是五六月份 之後會完成做發包 那另外一個就是 有針對就是 這個青農的 就是我們農民的部分 我們有到各個這個鄉鎮去做 徵詢了之後 我們有問過農民 那農民他們自己 現在達成一個共識 是說 未來他們希望能夠成立一個 像產銷 產銷合作社的方式 以後這個 四個鄉鎮的 就是加入這個 這個產銷合作社的會員 他們以這個合作社 來做一個整體的營運 那現在是在籌備當中了 那還有就是針對這個 我們針對小米的計畫裡面 我們會有在青農跟半農 半X的訓練 那青農的學習 你大概會在 我們已經 最近還在再申選 會再選出十位 來當作是青農學習 會直接到產銷班去做 去做 從開始播種 跟做開始去做學習 那未來會 會把他們轉成到 組織一個青農的代登隊 來協助我們產銷班 因為我給你蠻多時間解釋了 不過我想問的是這樣 這個計畫總共花了多少費用 一年計畫是三千萬 三年三千萬 所以一年有一千萬的費用 那這個 現在目前南回的 南回這四個鄉鎮的一個 小米的產值 一年有多少產值 你有統計過嗎 小米的產值 其實我們 所以我們利用這計畫 希望能夠 把耕作的面積能夠增加 所以才會把產量給提升 所以你有統計產值 我現在花了一千萬 我整個花一千萬 把這些農民買一千萬的小米 幫他倒銷 我整個了 可是現在目前的產量 這小米其實是還不夠賣的 所以我們希望能夠把小米推廣出去 對 所以你必須要統計產值 目前產值是多少 經過你輔導之後 你竟然要成立這個產業 對不對 那這個產業的產值要出來 它的產量會增加多少 你必須要告訴我們 所以這個計畫 麻煩你趕快把它完成之後 書面報告給我 好不好 麻煩一下 主長 謝謝 好 謝謝 洪東海 洪議員 也謝謝各位集數所長 因為那個王冠賢王主長 好像都沒有人問你 但是 大會的時間也到了 時間到了 那份啦 要講老的總之情再講 我看王冠賢你在那邊都沒有在做什麼 等一下 私底下有些事情要找你研究一下 好 謝謝各位 我們今天的單位檢討就到這裡告一段落 好 謝謝